感觉像是一个狼的分食现场 大家好 我是朵拉 今天5月16号了 现在已经快十点钟了 我准备继续出发 往下一个服务区 112公里前进 有点累啊 其实实上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沙漠里面的这片绿洲农场 都是这样灌溉的 保持这个方圆几十公里的绿化 真的是不容易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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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的 在冷湖洗澡的衣服没洗 一路一直在到现在 啥整呢 起火给 Alex 炸,给我一起来 i know you 这家还稍微好点 顶得还好呢 还有砖头 可能有人在里面抓过瘾 但是隔壁就有点吓人了 这里面都有羊的骨架 羊毛 感觉像是一个狼的分食现场 我就只能在这了 因为那味道太大 看起来太脏了 这边挡一下风 做饭 今天准备多提一点柴火 那进来 吃饭 摆得更好 香味 你 吃饭 屈起来 吃饭 脂八 昨天我们的甘肃大叔送给我的这个牛麦菜 这是无损液吧 还有几个可以再吃两顿的 煮一个豪华泡面 刚才就是用洗菜的水洗的锅 然后再放一个鸡腿 泡面的时候就吃个鸡腿 我还有四个 泡面路上估计应该都买得到 每次这个鸡腿就配包泡面 米饭还能够 米饭应该是都可以做三次 还有面包 管两天口粮 三加四加二 九天够了 够我 骑到 第二个服务区那边 有挺多游泳 都私信我说想跟我一起旅行啊 但是 我一段都没有回复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 去说吧 不太能够一下子让别人理解我 我想法 然后容易产生误会 我就干脆没有回复 就是这种人生之女的话 我觉得还是 一个人这种比较状态 比较自由 比较舒服 就是如果说跟别人搭伴一起的话 就节奏就不好掌握了 就是可能你骑的时候他不急 他骑的时候你不急 然后就路上其实并不会太享受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生之女吧 就是如果不是观光啊 不是说去打卡警区啊那种 那种的话可以去约伴哦 约伴一起去欣赏 但是这种的话 就是要心里面特别宁静的感觉 才舒服 反正多了一两个人一起的话 可能经常会就是想法不一样啊 然后节奏不一样啊 嗯 身心 状态不一样啊 就会造成很多矛盾 反而就是 旅行路上不能够好好的享受 但是我觉得就是 应该喜欢我的旅行方式的人 大家的心里想法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倒是可以就是 嗯 就是所以关注我的游泳们 就是都想出来 有想出来这种旗行旅行的游泳们 可以可以进个群 这样子大家想法比较一致的 然后性格比较相似合拍的 可以组建一下 嗯 嗯 这样可能会 我觉得会比较更好一点 嗯 就是野鸥的人还是喜欢 喜欢就是有人互相照应嘛 心里的安全感会更强一点 就是 不会像我一样 就是一个人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 到时候大家可以骑个伴 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 我又要后悔下来了 哈哈 嗯 就是每次都是下来容易上来来 车子好不容易从那边拉过来 我又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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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下来 就是下来 你们更好 我又要走 你呢 我又要看 我又要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八点整 我到了南八仙这边 看看 这边有公共厕所 虽然说连通没有信号 但是我的我移动iFi电信的连上了 有信号 这免费停车场 魔鬼城 所以难怪说我一路这个地貌都这么漂亮 原来这里属于魔鬼地貌 又感受了不一样的风光 很美呀 这边应该也是有少量的游客进去骑骆驼的 我就不去这个停车场那边去了 一般停车场那边停的都是难的 然后停电车挨着就住的感觉不自在 所以我就还是把车拉到这边来 拉到这边来停着吧 今天就不走了 反正今天刚好走了40公里 现在还有72公里 两天妥妥的能到下一个服务区 开着床车的门 这样子感觉真挺棒的 明天的话我就早点去床吧 看一个日出 然后做个早饭 收拾一下 梳个头发 梳个头发 然后就 看一下解释屏吧 拜拜